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 最近在日本女大学生上班族圈子里 非常流行的一个游戏 度寒 最近因为疫情无法海外旅行的情况下 日本的大学生上班族女性们之间 非常流行一种叫做 度寒游戏就是 买很多韩国食品后去饭店 好像是到了韩国一样玩的游戏 好可爱QQ 哦,他们喜欢蓬蓬 蓬蓬就是里面有真的葡萄的葡萄汁 看起来活得很开心 唯一出国飞行后 去饭店整理免税品 这样玩的话应该会很有趣吧 大家想不想试试度寒游戏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 韩国粉丝们不太能接受的MV类型 出现异性的MV 这是因为韩国网友上传的贴文 我们来看一下他举的例子 Exel BANG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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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致上就是在说 MV里出现异性演员 与成员们搞暧昧的剧情 哦,超不喜欢 不喜欢 反正就是为了推自己的信任不是吗 MV不太喜欢 电影或者是电视剧的话还可以 不喜欢 有肢体接触的话更不喜欢 烦人 为什么要放吻戏 疯了吗 你以为我是为了那个看MV吗 烦人 这短短的时间都给我们看看成员们吧 但是也有这样的反应 我觉得没关系 没有严重的肢体接触 MV情节适合的话 我觉得可以 我家也都没有常常出现异性 所以就几次的话 我觉得很新鲜 很好 那么出现异性演员与成员们暧昧的剧情MV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8月8号 对于KPOP粉丝们来说是一个蛮特别的日子 首先今天是TOPYG成员演户 NCT成员校剧 然后Saventeen的对一场SKUS 诞生的日子 生日快乐 然后今天也是 WIKI MIKI出道4周年 Innyo出道5周年 Blackpink出道5周年的日子 希望每一位IDOL们粉丝们都能过一个幸福快乐的一天 Zither Harp